世界盃 世界盃已经进入了小组最后一轮的争夺 F组主要是阿根廷已经出现了 波黑已经出局了 剩下16枪的席位就是伊朗和尼泽利亚还有一点机会 就是还有机会就是这两队 现在交代一下形式 尼泽利亚比伊朗的机会比较高 是因为他现在是一胜一合 伊朗只是一合一负 尼泽利亚最后一场只要打个合局就可以出现了 或者即便他输给阿根廷的话 伊朗也未必能够打赢波黑 尼泽利亚也可以出现 但是如果分析的话 基本上阿根廷整体实力是比尼泽利亚比较强 就是强一个等级吧 所以基本上他能够祭拜伊朗 尼泽利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伊朗如果是想要出现呢 他除了要靠阿根廷祭拜尼泽利亚 他本身也要祭拜波黑 就是两球以上 就是要很多球吧 但是伊朗呢 过去这两场小组赛 他们都只是打一个防守的打法 所以呢我相信这一场比赛呢 他们为了要出现 因为他们一定要拿三分 他们这次是不会就是把一个大巴在手了 他们必须要往前攻 要去拿那个三分吧 只要开大巴可能就有这个机会咯 可是你还要进攻 他们一定要进攻 才会出现 可是听完了伊朗的出现论的时候 我们问题一就想问咯 问题一呢 请问伊朗要在什么情况下呢 才可以出现